- 进 - 洪总 这两账您签一下字 杜老师 你昨天跟我送的两笔款 现在什么情况 这两天就能到账 到账之后我给你汇报 那个什么 你跟对方说一声 先把钱打到终结地产上 这样 要不要两位陆总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 如果其他人财务要有什么问题 你就说 对方款没有到 这 这什么呀 需要把刚好话给你重复一个 去坐 出了事我都认 谢谢 我问你 终结地产 账户上的钱是你打过去的 你逗得住吗 行 说你 别发火呀 什么逗得住逗不住 逗得住不住 这事就得这么办啊 你逗得住吗 你逗得住不住 你逗得住不住 二哥需要钱咱不得支持一下 你这是违反财务原则 二哥让你干呢 这事还需要二哥亲口说吗 我都领回二哥的意思了 这叫心领神会 懂不了 心领神会 我二哥没你那个坏心思 你赶紧把账给我弄清楚了 弄清楚 二哥缺钱 我就把钱打给人家 是不是 你说啊 在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人呢 就是我媳妇 还有二哥 懂吗 冯丽 大嫂是江海集团的投资顾问 这超市跟地产都是分开合算的 大嫂又是超市那边的财务总监 你觉得瞒得了大哥 能瞒得了他吗 再说 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我知道我能不告诉他吗 我告诉你 你赶紧给我把钱转回去 把账给你平了 要不然我都帮不了你 媳妇 你这叫大嫣灭亲知道吗 我才是你老公 你为什么要帮别的女人 冯丽 我警告你 这个家都是亲人 你这样做 就是挑拨大哥二哥之间的感情 自己好好想想吧 老公 你还得不理睬我 我跟老公 我都没有派leton 我为什么要 Engineers 来 那你不喜欢 Therefore 你看你 你再说 你再说 我自己能派人 你再说 你也听一下吧 怎么了这是 江涛 我听历史说 终结地产 有人挪用公款 挪用公款 挪用多少钱啊 谁啊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你说该怎么处理吧 一经查实 挪用公款可以直接开除 情节严重者 要背负法律责任 我也同意 嗯 你同意吗 我都说我了啊 我把上海其他人钱 挪到中年地产 这不是一家公司吗 就给左口袋 挪挪右口袋 反正也没钱 也没进我口袋 我怎么能挪用公款啊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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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丽 你挪用江涵的钱了 这么大事 你跟我商量过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老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 你一个眼神 我就知道你缺钱 峰丽 你已经严重影响财务制度了 如果我上帮董事会 你立刻就会被开除的 开除 你以为你清政府啊 自己耽误老公爷 一手交贴 行了 你 你少说两句了 峰丽 那个大嫂妮小小气 这个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的不是 这个 冯丽现在这个挪用公款啊 和 你说的这个挪用公款 它不是一个性质的 挪用公款 是吧 它 它这个事咱们能不能 稍微地 变动变动 我知道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有感情 对吧 但是感情是感情 商业法则是商业法则 不是过家家 这不是原则问题吗 你刚才已经说了该怎么办了 对吧 就这么办吧 好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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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先消消气 消消气啊 首先冯丽错了 我得批评她 错哪儿呢 让她自己写下来好不好 这 至于你说的这事呢 咱们可以这么办 首先冯丽这个问题 她出于好心 是不是 咱们对冯丽的处理 咱们能不能从轻发落 让她打扫 我明白了啊 这事不怪冯丽 怪你 要是没有你在背后 给她撑腰 她不敢这么干 跟你说这种话什么意思 你少出来说话吧 人家陈建说得一点都没错 终结地产财务互落 导致江海集团上市 屡次三番受阻 你反思反思吧 不是 那个 林 我怎么说你好 这就好心办坏事 你知道吗 在这个坑街上 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呀 我已经焦头烂额了 行不行啊 那话怎么说来的 不怕什么样的敌人 就怕什么样的队友 你要不明白 你回去给我好好看个书 再不明白 你多问问思琪呀 二哥 你放心吧 我会动脑子的 别动脑子了 出去吧 他打了 别动脑子的 别动脑子的 你不懂不可以 你或许多点 我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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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不买你了 我买你了 你不得不买你了 你不得买你了 你不是说你不要在联系了吗 你又有什么事了 我买你了 但是你們江海集團的問題 實在太多了 我不得不以一個 老同學的身份提醒提醒你 你什麼意思啊 你們江海集團下屬子公司 終結房產 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亂帳 項目管理 財務方面也出現了問題 我們已經撤回了 上市的申請了 不需要你操這份閒心 是 雖然你們已經撤回了 上市申請 這個是由 證監會發審委來頂 但是誰讓我是 眼睛裡不如沙子的公民呢 你說我要寫一份報告 交給發審委的話 你們上市還有希望嗎 陳婧 你別論磷啊 你什麼意思啊 我不想怎麼樣 我就想找你出來喝喝茶 好 你說去哪兒 我去